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最先开启的是流金铜果 铜果并不大 但非常精致 关锅壁上雕刻的铜箭精们 铜关内放着银果 银关长约13厘米 宽约6厘米 高约7厘米 镶嵌着绿松石 红马脑等各种宝石 紧接着打开银果后 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关 金关备用一条红色绸带细捆 打斗蝴蝶结 1300年前用丝带细成了蝴蝶结 至今仍然保持完好 设在国内绝无仅仅 考古专家介绍 在我国其他地方出土的金关 要么没有丝绸包裹 要么丝绸已经腐烂 像这样被丝绸缠丝而完好的金关 还是首次发现 但是 死蝴蝶结由于年代太久了 材质非常酥脆 一动就碎了 并永远无法复原 一位豪古专家说 打开银关时 看到蝴蝶结 没敢再动 心都要跳出来了 为此 国家文物局曾三次派出专家组 现场考察 农泉寺金关保护 先后请国内及日本 德国 意大利等国的十多位顶级专家 一起商讨解决不解开蝴蝶结 不断开丝带来开启金关这一难题 有外国专家看后直摇头 表示没这个本事 一个小小的蝴蝶结 竟然难倒了一帮中外专家 如果蝴蝶结取下 金关内会有什么 有专家推测 金果里可能还套有水金关或者玉关 也有可能设立子 如此一来 此馆或许合计有六众关过 如今 此金关静堂在太原博物馆 依然没有开启 或许只有等到将来科学技术与文物保护手段 更进一步的时候 才有打开的希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搜独